国际铁矿石价格被打压超过25% 这是不是由于墨尔本第四次封城所惹的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的每日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5月27日周四 刚才说到墨尔本非常不幸 在今天将会宣布进入第四次的封城 那我们知道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在澳大利亚个大城市中 墨尔本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 对比悉尼 布里斯班或者是其他首府 墨尔本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经历了四次封城 由于连续的四次封城 导致墨尔本的商业 尤其是餐饮娱乐业 对比其他城市受到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还出差去了一次悉尼 那么对比街上的人群 包括街边的小店以及餐馆 和墨尔本的感受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仿佛一个是在寒冷的边陲城市 另一个是在广州或者是深圳这样的热门南方大都市 一个是街上是稀稀达达 悉尼那边则是街上人潮如知 连中午要吃个饭订个五人桌 居然都是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找到 所以说连续四次 包括今天宣布的第四次 这四次的封城对于墨尔本伤害是非常的大 那么昨天也有朋友问我墨尔本的封城会不会影响到铁矿石价格呢 或者说最近铁矿石的下跌是不是也由于墨尔本这次再次爆发 疫情有关 那么今天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咱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出产铁矿石的主要国家 但是出产铁矿石的地区并不是在墨尔本或者是在维多利亚州 而是西奥甚至于距离西奥首府普尔斯都有超过200公里以外 所以说即便是悉尼甚至于墨尔本连续爆发疫情 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产出产量来说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铁矿石价格在过去短短两周时间就下跌 超过了23%以上 接近于25% 其中最大的因素其实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我们知道自从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以后 中国为了最快时间的振奋经济 是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基建意味着就需要对于某些工业原材料 比如说铁矿石 铜 鑫 蒙等等 这些工业原材料的需求会大增 这也使得铁矿石价格从去年三月底的 大约是550人民币 一路是上涨之大约是1500人民币 涨幅接近于三倍之多 你可以说这背后的原因部分是来自于需求的增加 另外也由于巴西和非洲爆发疫情 导致当地的产量减少 但是这也不至于让价格上涨三倍这么多 所以说这背后铁矿石价格能涨三倍 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国际炒家 也就是投机分子在其中大肆购买囤货 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周 无论是中国的发改委还是国务院连续发文通知 一是要求分流铁矿石的进口出产地 第二的话是尽快的提高国内铁矿石的产量 第三也是严厉打击囤货 以及倒卖炒卖铁矿石的行为 所以说这些文件虽然说我们知道 并不能够改变 或者说在三到五年之内 很难改变目前澳大利亚铁矿石 是作为中国主要铁矿石进口方的情况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它说明了一个官方的态度 就是对于现在价格过高 非常的不满 如果不满了 自然而然它就会有相应的措施出台 所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的铁矿石价格 在短期之内也因为这些红头文件而下跌 但是长期来说 它的价格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在低位 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困难 毕竟国际上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是取决于买家和卖家的数量 那么现在需求量这么高 但是供货商目前只有澳洲可以全力生产 不论是巴西还是非洲 目前都是因为各自的原因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提高其产量 所以澳洲这个巨大的 即便是想替代澳洲的铁矿石 目前也找不到替代房 那么咱们要多说一句 刚才说到墨尔本第四次封城 有可能有朋友问 会不会打压这次连续暴涨的房价呢 如果这一次墨尔本封城七天 或者说更多时间 可能会打压到当地的房价 那我建议各位 如果之前没有买房的 赶紧趁此机会 趁此回调的机会 尽快买入 要不然的话呢 随着之后澳大利亚疫苗接种率的提高 第五次或者第六次封城的几率 不能说没有 但是会越来越少 一旦疫苗的普及率像美国现在一样 超过50%以上的话 即便是在此爆发小规模疫情 澳大利亚各大城市 一般来说也是不会再进行封城了 但是呢 我们又知道现在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都是在鼓励贷款 以极低的利息 资金的使用率 资金的使用成本是非常之低 在这种大的环境没有改变之前 我个人认为资产价格依然将会上涨 什么叫资产价格 那就是房地产 股票 基金 债券 任何非货币 不是纸币的东西 那就是资产 所以说 现在呢是 只有工资没涨 其他什么都在涨 这个局面 短期之内 是不会改变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哦 对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点击下方 收藏我们的栏目 或者呢 在YouTube频道点击小铃铛 收藏我们的节目 下次我们每一次更新 您都不会错过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